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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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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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明 大家坐下 不看到了吧 陈绍杰枪杀了我们五名战士 有谁还敢说他不是敌德分子 还说的是约罚呢 能命令 从现在开始 全程通缉陈绍杰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将其计打ereal 赵队长 我们要是一旦 发现了陈少杰 该怎么办啊 有敌政法 你坐吧 坐吧 今天早上 收到台湾方面电门 我认为 有必要和大家宣读一下 西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十日 反共救国军要族锁部 披星戴月 攻打西昌城共匪老巢 锁部将士均英勇杀敌 义无反部 将收复师弟为己任 给予共匪沉痛打击 特派员梁英头 更以自身之才能 利用致命武器 攻击西昌城 震慑之意 以剑成效 鉴于以上英勇表现 特此嘉奖 收于反共救国军 副司令刘子峰 是 二党保顶勋章一枚 金条石根 谢党国栽培和信任 刘子梁 恭喜 收于 特派员梁英头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坐 思枫 思枫 把你那些联系一下 好 这件事情给我搞清楚 是 谁 客官 您要的饭菜 客官 您要的饭菜 我撞着吧 客官 老板 这儿您的张开 不用找了 好 好 好 你们要抓紧这个人 他在楼上 从陈尚杰约遇到现在 已经过去快二十个小时了 可是你们敌人处呢 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样下去 让我怎么向军局交代 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 大家都在分头搜查 这么大的一个西南区 找一个人没那么容易 你让我把这些话 跟军局首长说吗 赵队长 如果您觉得我不趁职的话 您可以把我敌人处 处长的职务给撤了 小爷 我知道 你跟陈少杰的关系不错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对他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了 他是个敌特分子 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赵队长 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不会 他连我们的开守战士都打死了 还有什么不会的呀 报告 进来 赵队长 赵队长 刚刚得到消息 发现了陈少杰的踪迹 对吧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春风旅店 太好了 黄队 马上吊地人手 由我亲自带队 代顾陈少杰 代顾陈少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闪摁 末 下车 刘理长 bearing 血管怎么样 小血管 这家旅店有剩下两券 陈少杰 应该在二楼八成做那剑 往日 立刻包围旅店 不给陈少杰alım 任何逃脱的机会 是 我认识 请外输在群众 不要发出响动 是 拽进时间 我知道 是 谁啊 你跟小孩带人 进入礼店 缉拿逃犯针烧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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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董 怎么响了几声 就没动静 是吧 张哲 陈晓杰 跑啦 什么 跑啦 跟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走啊 走啊 我们不想天罗地网都没有抓到陈少监 你们说说什么原因哪 老张啊 陈少监曾经是我们总队的骨干 他的能力大家心里很清楚 这种人一旦走起了极端 确实不好对付 老区啊 他再有能力也是一个人 我们抓捕行动动用了多少人哪 为什么还让他跑了呢 我看哪 这里端正太多 我再相当一下 陈少监已经不是什么潜伏英雄了 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敌特分子 对待这样的人 我们不能收拾 老爷 我命令你们敌人处 十日内了结此案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听见没有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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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二二 住口 走啊 黄山同志 走了 干嘛 我们司令呢 然后把这个交给你 前段时间诬陷陈兆杰 这事干得不错 这是你的奖励 我不感兴趣 这个呢 这个怎么感兴趣 别那么心急 我听说陈少杰越狱了 怎么回事 军徐判他死前 他不想白白认死 打死这个守卫 自己跑出去 他死了几个解放军 你亲眼看见了 我亲眼看见了 杀了几个 大概五六个吧 可是据我的消息称 你们已经知道 陈少杰的行踪了 他怎么得跑了呢 是我把他放走了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你选择我来 看了 我去看了 你看了 这个人 欺负 可是一个经济 成羽铁路了 是啊 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 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中央对此做了重要批示 要布计一切代价 尽快打通这条重要通道 以造福西南汇责百姓 好啊 这是咱们西南区 天大的好事啊 要向保值保量地 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 要去全区之力 全力以赴 是 曲政府专门成立了工作 为成羽铁路的建设 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这上面说了 中央下坡的第一批工程款 马上就要运体西南 曲政府要求我们负责押送 保证这批工程款 顺利地存无西南银行 此事非同小可 来不得半点闪失啊 是啊 我看 把这项光荣任务交给乔宴 和黄山负责吧 乔院他们 正在全力追查陈少杰的下落 临时抽调出来恐怕 会影响进度 这样 老徐 派潇海带一队人 负责押送 钱在 人在 保证这笔工程款 顺利地存入一航 好 我跟小白说句 老徐啊 待会儿那个会议 帮我主持一下 我有事出去一趟 好 我知道 好 成立于铁路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 驻入勇队高举 开路先锋的组织 开路有五光 游击攻击 揭开了九州超越解锋的局 十五万驻入大人 刻薄困难 加速之后 有分入国法票 当天大车也十岁岛开港 展示出 长方才能够 将来大陆的新旧 旧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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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 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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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宴 为了让我能够 天衣无缝地叛变 赵队长 那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你别看他平时一板一眼的 动起真嗝的 你脑子很好用的 行了 别拍马屁了 再说 乔宴 从今天开始 已正式成为 少爵的联络人 配合他的工作 要值得注意的事 少爵的身份 要高度保庇 千万不可总不丰盛 明白 大队长 我认为咱们总队内容 肯定还有敌人的奸细 否则 不会从我宿舍的床底下 找到那些证据 所以啊 你们要多加留意啊 你说得没错 这次潜伏任务 除了将沈耀祖一伙 彻底戒灭外 还有 就是肃清内部 将敌人连根拔掉 少爵啊 你现在虽然 顺利地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 最为关键 是啊 要让沈耀祖一伙人 对少爵的身份深信不疑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想法 是吗 说说看 是吗 你这人 你这个臭小子 没大没小 坐坐坐坐 我们西南区啊 正在筹建成余铁路 近期有一批工程款 就要抵达西南了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敌人应该有所行动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利用这个机会 不妨为打入敌人内部的 撬门转 具体的方案我想是这个 运车告诉我 赵东方所表现出的 足智多谋 令陈少杰刮目相看 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 在经历了隔阂之后 并肩战斗在了一起 自此 陈少杰将按照赵东方的计划 开启再一次的潜伏之路 不管未来是悬崖峭壁 还是荆棘密布 陈少杰都将义无反顾地 一路前行 你们赶紧整个计划行得通吧 好 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少杰 务必多加小心 我没事 我现在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好 走了 谢谢少杰 少杰 少杰 你一定要小心 是 瞧住这儿 好 好 赵队长 您和少杰 买得也太深了 这都是少杰的主意啊 这少杰也真是的 你事先不跟我打声招呼 赵队长 因为之前对您有误会 所以对您的态度 为了保密期间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样让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明白 姐姐 现在陈少杰一如丧家之权 整个西南地区都在通缉他 可即便是这样 我都不会放过他的 我一定要亲手干掉他 才能借我心中之恨 姐姐 你一定要保佑我 保佑我如愿一场 谁啊 你来干什么 给你拿点东西 看看吧 都是化妆品 这些东西可真不好搞啊 我废了老大周折了 看不出吗 看不出吗 你个大老粗 戏还挺细的 只要你喜欢 想要多少我都提供给你 真的 那还能有钱吗 你干什么 放开我 冰桃妹子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块儿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 你们这些男人不太心急了 这种事情那得慢慢来 怎么个慢慢来啊 那当然得喝点酒了 好 调剃一下气氛 这你都不知道啊 这样啊 行啊 好 那你等着啊 那你等着啊 一文 你通知子风来开会了吗 通知了 司令 那他怎么现在还不来 司令 我觉得这个刘副司令 自从得了能力寻找以后 连你都不看得眼来了他 司令 我去看看 去看 看他在干什么 司令 不好了 刘副司令被特派人绑起来了 好 这这么巧啊 你干什么 梁一东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不是想占老娘的便宜吗 我得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力 梁一东 梁一东 你赶紧 來 这个臭娘们儿 臭娘们儿 你别让我都松开了 见识份怎么样 我挡着你 你 走 你看 这 这个臭丫头 放开 你把病床了 梁特伯元 你这是什么意思 再这么打下去 子凤的小命可就没了 谁要死 今天又不是我 我差点就被这小子给摔了 这道怎么做 臭娘们儿 你抓了什么青春 咱俩谁睡谁还不一定呢 回来 思远 你 离公闭嘴 思远 我对拖延这种男人 臭不用脸 张特伯元 你先回去休息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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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干了些什么你 彭哥 你这个想要怎么样的 就是那个 我哪有进床药 一嵌歪扁子处着处吧 你马上垫下就好了 说你话怎么这么多呢 不吸的刀 不湿的 我开饭 开饭修的 我这不湿的 别弄了 四爷 没弄 我跟他玩呢 是啊 是 四爷 我刚才跟那个 风格这点陷流呢 行吧 你先下去吧 好 我坐了 四爷 四爷 这梁樱桃这臭娘们儿 给我装寡妇上 叫第一回啊 她又不是第一回 她给我装什么 黄花大闺女 不是我说你 要硬你就硬到底 这倒好 便宜没占着 倒让人家给揍了一顿 我早把我办了 行了 有件事需要你下躺衫 只要你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一定让梁樱桃 投怀送报 你看怎么样 不是 您吩咐 您吩咐 西南区腰草城与铁路 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工程款 要运打齐长城 听说 是缴匪总队负责押运 现在缴匪总队少了陈少杰 都是一群废物 你这回 就是要在押运半路途中 把他给结下来 把那批工程款给我抢过来 这是好事啊 行 我去办件事 伤得怎么样了 没事 早晚办了 三畢郎 五郎 三畢 Prix来了 来 来 来 这么慢 好啊 走 出 来 季崩老 �子 行 你老子把死打 你也都别留 你跑 你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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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siv 茉盈哥 我的陈少洁 这小子也来抢劫 莫总 赶快 又是一年二月的早春 让我想起家乡的清晨 一生永难忘你那难舍的眼神 只有你懂离愁有多深 又是一个血色的黄昏 任凭黄沙满天飞 再见了亲人我踏上了城城 哪怕这是生死的离分 城里山河我们深爱过 万水千山我们曾走过 我的泪无悔 我的伤无痕 岂只要有鲜血来染红 又是一年秋夜雨纷纷 河山依旧占起火 我赴汤到海窗 也见南百战夺 我悔今生我去已承认 张里山河我们深爱过 万水千山我们曾走过 我的泪无悔 我的伤无痕 岂只要有鲜血来染红 张力山河我们深爱过 万水千山我们曾走过 血与心风中勇敢的狂奔 牺牲换来生命的永恒 牺牲换来生命的永恒 司令 我觉得陈手机抢了 共产党这个工程宽啊 虽然这个方法有点不讲究 但是讨论目的跟他翻过去国军 是一致的啊 燕姐 我觉得杰哥好像是被冤枉的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怎么还想挨老子的枪子是不是啊 陈少杰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的卧敌